so type of transition 讲的就是 我们讲一般上我们的 在 transition 里面会有分 b to b, b to g, b to c b to b 的意思 我们讲的就是 business to business 你们今天是做着生意的 你的顾客也是做着生意的 你把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卖给你的顾客 两个都是做着生意的 那么基本上 e-invoice 一定要有了 那business to government 就是你的顾客今天是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可能要求你们去做一些project 或者是一些cleaning 一些一些services 你们开单给你 government的政府部门的时候 你们也是必须要有e-invoice 那business to consumer b to c 讲的就是 消费者 end user 所以今天打个例子就很像那些餐饮业 或者是那些零售业 这些商家们你们面对的顾客 未必是所有都是做生意的 可能一部分是只是消费者 我今天去到你的店要消费 或者是我今天去到你只是因为要买家里用的东西 这也就是我们讲visus to consumer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们就可以写 商家们其实可以选择到底要开e-invoice 还是consolidated e-invoice OK so你们可以选择 当然这个选择之前 我们 会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个流程 OK 这个流程就是我们讲有两种情况 一就是 你OK 你们的 你们首先要问你的顾客 你们的顾客单给单给过来 你们店消费的时候 你要问他 你是否需要e-invoice 如果你的顾客讲他要e-invoice 那么基本上你们就要跟他拿资料 去开那个invoice summit给income test 拿到approver 然后就把这个invoice交给你顾客 但是如果今天 你问你顾客时候 你不会讲 我不需要e-invoice的 因为 so因为e-invoice对我不重要 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开 选择开normal invoice OK 当你开了normal invoice过后呢 不代表你就可以不用开e-invoice 基本上 income test要求你 在那一个月里面 你要把所有 没有开e-invoice的customer 那个sales 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consolidated e-invoice 然后交给income test get validation so基本上 这个情况就是 你要一个月做一次 每一个月做一次 他给你几几时间呢 基本上是在7天以内 就是说经这个月的sales营业额 如果你有100千的sales 顾客是不需要e-invoice的 你就要在4月7号之前 把这个e-invoice交给income test 拿到approver so income test给你们7天时间 去开这个consolidatede-invoice ok这个consolidatede-invoice 他讲的7天 是包括了星期六跟星期天呢 so 包括如果你们有假期那些 他基本上不算在内 总是他给你7天的时间 alright so这些商家们呢 如果我们讲的b2c 为什么b2c有一些customer 我们讲我们本身消费者 为什么消费者 有时候会要求e-invoice 为什么有些商家们 消费者可能讲 我不需要e-invoice 你要知道刚才我讲的 曾经我讲过 e-invoice是一个文件 去证明你们的收入 而证明你们的消费 这个消费包括了 如果今天你们是个人 你们也是要submit income test personal test对吧 就当你submit personal test 你们是不是会 can personal relief personal relief包括了什么 你们买电脑 你们做去join gym membership 然后你们去买一些书 这些这些relief你们都可以claim在你personal的 so 当接下来e-invoice一开始实行过后 这个e-invoice变得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们今天接下来没有拿到e-invoice 基本上你是claim不到personal test relief的 ok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可能今天你的呃 今天你的员工们要去消费时候 他要claim公司expenses 那么claim公司expenses的时候 他也是要e-invoice去claim 要不然的话 公司是claim不到那个expenses的 so 这个情况就是啊 所讲的 如果对到consumer你们想要measure 问他你要e-invoice还是不要e-invoice ok so 这个就是分别在你们你们想要问首先做做做一些做些零售业 你们顾客群如果是那些消费者 end user 你们一定要去了解 首先你们要知道你们的流程 问顾客到底需不需要e-invoice 需要的话 那么基本上你们就跟他拿资料 不需要的话你们就开normal invoice ok 那过后 有个问题了 如果今天顾客跟你讲 哦我不需要 但是 他过后两三天他回来过 老板我要e-invoice 你可以开e-invoice给我吗 so怎么办呢 so基本上income test说 其实这些顾客群 他是可以在reading the month 就是那一个页里面 可以要求跟你拿回e-invoice的 就是说今天他在3月1号消费 在3月31号之前 3月31号之前 或者33月当天 他都可以跟你要求e-invoice 但是如果今天他讲在3月31号他来消费 他讲不要e-invoice 过了第二天就4月1号吗 基本上如果4月1号 他来跟你拿e-invoice 你就可以拒绝他了 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月 所以因为income test讲的是reading the month so这个这个流程 我可能对一些商家们会一些难处 因为如果每个顾客 有一些顾客过后一直到回来讲 要e-invoice的话 你们需要人手去处理这个e-invoice 就变成比较头痛了 so可能大家接下来会有一些面对的对策 就是可能你们要看你们会怎样去协助顾客 那么在他们离开你们店之前 你们科斯波议论的系统让他们自己去把 他们的information寄进去 他们去general invoice 或者他们讲他已经不要了 可能这个是你们公司要有一个policy了 ok 那么 拍这个e-invoice如果你的消费是三家们 就是individual就是你拍e-invoice给他收 其实里面有一个东西 一个information里面要拿到就是team number 或者是ic number team number讲究就是每一个人 马来西亚人只要你超过18岁以上呢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income test number 所以如果你们有些人是没有income test number 你已经超过18岁了 基本上你们要去跟income test 去去拿到这个team number 这个team number就是你们的income test number ok ic number so如果你们的对象 顾客群是individual 马来西亚individual 当你们去开这个e-invoice的时候 你们either就是跟他拿team number 又或者是拿ic number 或者是两个都拿 ok 那如果你的顾客是individual 但是他不是马来西亚人 so你就要either 跟他拿team number 又或者是passport和team number ok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不是马来西亚人 他怎么会有team number 对吗 因为他可能来这边是打工 还是可能这边来这边是旅游的 ok 他不会有team number的 那么有些人 根本都不会去registerteam number的 so这个情况之下 到会我会跟你们讲 在遇到这个情况 你们要去怎么去处理 啊有什么方式去处理 ok so接下来这个slide 基本上讲的是e-income test 给的一些建议了 让你们啊 如果一些transition 你们你们是用back form开单的话 或者是用post system开单啊 是mine invoice系统开单 你们也可以选择这几种方式 去去开单给你的消费者 因为你们可能做的是retail的bizzer 或者f&b啊 你们可以选择用这几个方式了 ok so这个是一个例子 只就是今天你们去邮站打油 邮站打油 那么你们要claim公司 你们也是要拿到invoice 那么他就说你们要打油 可能进入他系统 去把你information 递进去过后拿到invoice 然后就过后啊 拿到了过后 拿到他还可以拿到跟各位公司 claim那个啊 所谓的expenses 这个是通过my invoice系统 okmy invoice系统 就是你们他们三家们进入my invoice系统 去my text里面my invoice系统 去开那个invoice给google们 ok 有一种方式我们叫做通过 啊 web的就是post system那边的 so post system呢 就是公司来到你们三家那边去消费 你们可以通过post system post的系统 去开这个invoice 承报给ingram summit给ingram 拿到approver 再交给你google ok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通过web的 就是你们手机那个那个web的那个 相信大家现在 如果你们就企业餐厅 你们去order的时候 商家们会叫你们scan那个qr code 然后让你们自己去order 对不对 so我相信接下来 可能就是你们去order时候 当我们去order过后 那个web那个border会问你 你要不要invoice 如果你要invoice 你就自己把所有资料 批进去 然后那边generate了google 然后他就会把你去处理 想要summit给ingram text 好来 这个是通过这个mobile app的啦 ok so到底有什么人是什么人呢 其实他是可以不需要开invoice给对方的 就是我们讲的这些人就是 政府部门啊就是 啊首相啊那些这些政府部门他们是可以不需要开invoice的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们是 啊你啊这些政府部门他们他们有有charge你任何的费用 他跟你收任何费用 包括如果current expense那些你们是不会有拿到einvoice的 ok但是那些invoice你们其实是可以用来cran expenses的 ok 最后我们讲的他基本上加了一个最后一个我们看了individual who is not conducting business 这里讲的就是如果一些人是个人他是没有做生意的 他也是也是可以不需要开invoice 那么怎么讲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做生意呢 基本上那个人应该清楚知道 只要你是summit的income text under我们讲的form B 你报的是employment income 那么基本上 你是可以不用开invoice的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收入 但是如果今天你summit的form是在form B ok那么你就要小心因为你是属于做生意的 所以你开如果你有任何的收入 你应该是要开invoice ok ok 在这里讲的就是有什么情况之下你们的expenses 或者是那些人是收到钱过后 也是不需要开invoice的 包括了employment income就是今天你的员工 拿到跟公司拿到薪水 员工是不需要开invoice给公司的 因为那个员工是打工 他没有做生意 ok 那么公司今天他你给薪水给你员工之后 你也不需要任何一员工去证明 这个transition so他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如果你给员工那些allowance 你有承报 只要你承报在他们employment income 基本上是不需要一员工的 ok 包括pension啊这些 dividend dividend 也是 ok 扎开这些都是可以不需要 不需要硬外去证明 啊那个transition的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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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